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找出路 俄乌战争可能真的要结束了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我们的地球球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昨天呢 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大家已经早就不注意他了 干了一件大事 把自己的国防部长 利兹尼科夫给炒掉了 乌克兰呢 临阵换将 有人说是犯了兵家大计 其实不是的 这很明显呢 是咱小泽同学 在给自己和乌克兰找出路 为什么说到找出路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趋势啊 无论是他征兵办的改革呢 还是现在这个撤换国防部长 据说换上了一个呢 是乌克兰的达达人 那这样一来就有意思了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呢 现任的啊是一个达达人 俄罗斯这头的国防部长 是个土瓦人啊 是一个土瓦人 也是个达达人啊 土瓦人 然后呢 哎 他们俩就啊对着对着干了 其实呢 乌克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文官正在退场 武将正在接任 很像呢 一战末期的德国 一战末期的德国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军事集团 最高统帅部和军官团 管理着这个战事国家 就这么一回事 现在乌克兰也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说要把列子尼科夫给炒掉呢 那原因呢 也就是那两个啊 那两个 头一个呢 就是乌军啊 在前线呢 打的非常非常的不好 不好到什么程度呢 泽连斯基呢 说自己要反攻 然后呢 要突破俄军防线 俄军防线连个边都没碰着 自己给北约给自己那个准备的部队 全都给损失殆尽了 乌克兰呢 也彻底失去了动力 所以这次反攻呢 基本失败 很像呢 巴赫木特填线 其实说实在的 巴赫木特呢 俄罗斯呢 说瓦格纳集团获得了大胜啊 是有瓦格纳集团的功劳 但是乌克兰这边呢 在巴赫木特呢 也不应该坚持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 他在巴赫木特的赢不了 但是为什么他要在巴赫木特坚持呢 我之前也说过 做给世界上看 说他还在打啊 牺牲乌克兰士兵的生命 最后换取一个国际上的同情 和几亿美元的援助 不就是这个吗 你以为是啥呢 所以呢 这个乌克兰现在打的这个样子 也没有办法 上个月呢 纽约时报有这么一篇文章 说呢 乌克兰的伤亡是多少 他说呢 俄罗斯的伤亡呢 大概30万人左右 然后呢 乌克兰的伤亡呢 大概50万人左右 这个东西呢 俄罗斯这个数字呢 明显是假的 他想用俄罗斯的数字呢 来应称乌克兰的数字 乌克兰伤亡50多万 那这个 这个绝对呢 是一个保守估计 如果按照一些 其他方面的估计的话 现在乌克兰伤亡 应该在100万左右 也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 劈麻戴孝了 这种情况 你说他能坚持多久 乌克兰原本在战场上 在战时打仗之前 他也就4000来万人 克里米亚呢 也跑出去了 乌东地区呢 攻投啊 损失了1000万人 难民呢 又跑出去一些 现在乌克兰满打满算 也就2000万人 没多少人了 然后呢 在战场又阵亡了100多万人 就是伤亡了100多万人 然后怎么着啊 你还想动员 你还有多少兵动员啊 这关键点 关键点在这呢 乌军你打的不好 现在西方媒体在干什么 你在西方媒体 现在还能听到泽连斯基吗 还像这个刚开战的时候 泽连斯基天天在西方成了明星了 现在你在 你在美国的媒体 还能听到他吗 你听不到他了 泽连斯基现在已经 已经从美国的媒体上消失了 然后呢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谁知道呢 没有办法嘛 大家正在想办法 抛弃泽连斯基 或者给泽连斯基一个体面 咱们毕竟是21世纪 咱不搞那些烂七八糟事 你知道烂七八糟事啥玩意儿 咱不搞这些东西 咱给泽连斯基一个体面 就看他知不知道自己 给自己一个体面了 其实泽连斯基 把列斯尼斯科夫干掉 列斯尼斯科夫是什么人 泽连斯基政治团队这么一个人 他跟泽连斯基可以说是情统手足 关系比较好的 据说曾经是一个戏班子的嘛 你说一个戏台子的人 当国防部长的 国家能打成什么样 那泽连斯基现在在 给自己找出路 很明显这场仗可能要结束了嘛 那头一个乌军打的不好 第二个就是军队腐败 军队腐败 其实乌克兰腐败是非常严重的 军队腐败只是一个缩影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怎么回事啊 比如之前我们也说过扎路日内 跟着女兵搞在一起 对吧 然后呢 乌克兰这些部长 跑到卡塔尔去旅游去 还有这军官拿着这个捐款 就是国际上这些捐款 援助 公费旅游 公费吃喝 不就这个吗 加上奥德萨战区的司令 据说是个少将 应该好像是少将是上将 不知道 他跟奥德萨 奥德萨红灯区很大了 对不对 他跟奥德萨红灯区的一个 怎么着了 然后呢 就搞到一起去了吗 两个人两个人在在一起吗 两人在一起 到底谁是上将 最后不知道了 你压的他点 他就变成上将了吗 对不对 不就是这个吗 乌克兰腐败很厉害 包括他征兵这些东西 里边行事 收受贿赂 你家里有钱 你可以免于征兵 你家里没钱 直接填填到前线上去 乌克兰现在前线 惨到什么程度 之前我在B站上看着一个 看着一个有人分享 分享什么呢 乌克兰前线士兵 吃的那个单兵口粮 那个单兵口粮 口粮就不是给人吃的 里边啥玩意 一大堆土豆泥 琢磨 琢磨成几块肉 放到一起 挤出来可能都坏了 发霉了那种臭味 然后呢 那个压缩饼干 压缩饼干是过期的 过期的 然后一咬 可能把你牙给崩碎了 咖啡 蜂蜜 这基本全都是过期的东西 茶这都是过期的东西 都发了霉的 前线的士兵就吃这个 为什么 没办法 没办法 前线士兵吃这个 你觉得他在前线才能打赢 能打上仗吗 他愿意在前线填线吗 其实乌克兰的一个新兵 在前线存活的时间 可能也就三天 他那个 他那个吃的东西 可能就吃三天 再就没有机会吃了 不就是这个吗 乌克兰前线 乌克兰前线是这个 然后后边就腐败 你说这个国家 这个仗能打赢吗 他根本打不赢 也就是说泽连斯基很明显 他也开始开始想给自己 给自己出路了 他的夫人 他的夫人已经给自己安排好地方了 在外边的海外 他呢 以后可能也给自己安排好地方 就这么回事 所以呢 乌克兰正在找出路 因为这个仗他打不赢啊 这个仗打不赢 他说 秋天他又反攻 他怎么反攻 他往哪反攻 他说再再再动员 动员30万到45万人 然后瞄准扎波罗热方向 然后打开一个缺口 争取打到亚苏海 然后切断 切断克里米亚的路上联系 切断克里米亚路上联系 威胁克里米亚 然后呢 迫使俄罗斯谈派 迫使俄罗斯谈派 然后给自己一个体面 双方都得了一个体面 不就这个吗 但他能得到吗 在战场上他能赢吗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说乌克兰反攻 能不能赢了 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如果反攻 乌克兰能不能扛得住啊 俄罗斯现在这场仗基本上已经打开局面了 已经打开局面了 然后在后援问题上 俄罗斯的军事这个生产力已经启动起来了 苏联给他的家底 他已经启动起来了 乌克兰有啥 乌克兰啥也没有 彻底荒废 哈尔科夫坦克厂还能生产出来坦克吗 根本生产不出来 马达西齐还能生产出来发动机吗 生产不出来了 你有的IFF造船厂还能生产出来船吗 生产不了 生产不了就这么简单 那个大国没了 那几个几个工业部 几个几个配件厂的没了 那个大国没了 早就没有了 乌克兰把苏联留下的东西全败光了 苏联的时候R25现在也毁了 瓦联格瓦联格也走了 然后当年瓦联格号 这个瓦联格这个库斯丁索 一不第三艘军舰吗 第三艘军舰的图纸 跟着瓦联格就跑到跑到东边去了 还有啥呀 还有啥呀 乌克兰号 乌克兰号停在那个 停在尼古达耶夫这造船厂边上 乌克兰啥也没有了 这场战你觉得怎么打 他能赢吗 他赢不了 最后的结果 俄罗斯只要一反攻 现在放要变成什么 很有可能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国家呀 在下一步 把尼古达耶夫和奥大萨给占领 那乌克兰彻底成为一个内陆农业国 这不是更惨的 更惨的是整个地利伯河 地利伯河东边全变成俄罗斯了 乌克兰一分为二 然后变成一个内陆国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乌克兰的下场 现在他特别希望的是什么 板门店板门店协议吗 板门店那种模式吗 现在打到哪 战争打到哪 就地停火 就地停火 或者国际调停 国际调停说乌东四周重新公投 然后联合国建都 然后呢 国际国际社会解除对俄罗斯制裁 现在要的是这个 雷蒙多跑到中国谈什么来了 谈贸易谈谈这个航班来了 谈这航班来了干嘛 要促进消费了 为什么 你俄罗斯这个 俄罗斯乌克兰再折腾下去 整个西方扛不住了 欧洲他能扛住吗 他也扛不住了 赶紧的给一个体面 大家都给一个体面 俄罗斯这个制裁一解除 航空这个管制一解除 该怎么飞怎么飞 不就是这个吗 所以现在俄罗斯这回就就这么回事 你说乌克兰 乌克兰怎么办 你说乌克兰他接不接受板门店协议 板门店停战停战模式 他当然接受了 但是乌克兰谁不接受 他的民选政府不接受 他的老百姓不接受 他不接受怎么办 那想个出路嘛 想什么出路 那民众不干嘛 对不对 那现在泽连斯基很明显 正在给自己创造这个机会 创造什么机会呢 国防部长先拿掉 换上一个换上一个新手 然后让军方逐渐取代各个部门 然后呢军队假装搞一个政变 假装搞一个政变 泽连斯基就坡下驴 他就撤了 他就跑了 他就颠了 然后军方控制乌克兰政府 然后呢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或者戒严怎么着 怎么着都行 无所谓了 然后军方跟俄罗斯谈判 带着什么 带着这个北约这边跟俄罗斯谈判 双方这场仗就停下来了 这么办是可以的 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预测 对不对 现在的问题是泽连斯基正在给自己找这个出路 给自己找这个台阶 没办法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有什么办法 这个仗再打下去就乌克兰没了 乌克兰还要保留一点国土 保留一点文化 他怎么办 他只能这么办 对不对 给自己找个出路 也给自己好 别大时候这事闹僵了 泽连斯基变成什么了 你直接好好想想泽连斯基会变成什么 他不想看到这个 他不想看到这个 他只有一个办法 他这个办法就是说 就坡下驴吗 给自己个台阶 现在这台阶第一步 国防部长撤掉 你腐败 你腐败 大家都知道腐败 你撤下去 对吧 你撤下去 然后下一步呢 军队掌管乌克兰的各部门 尤其是征兵这块 征兵这块 军队掌管了之后 那就没事了 那就没事了 军队掌管了 军方军头们掌管了 然后军头们架空国防部 国防部是一个二五子 又是一个打打人 在乌克兰能受待见吗 然后呢 接管了 接管了之后呢 接管之后 接管了这个国家 然后想办法搞一个军事政变 假装把这个泽连斯基弄下去 弄下去之后 跟俄罗斯谈判 这不就可以了吗 可以了 跟俄罗斯谈判 谈判完了 该怎么地怎么地 该生活生活 该建设建设 就这么简单 这场仗基本上要结束了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泽连斯基正在求活 泽连斯基正在求活 乌克兰正想办法翻开这一页 现在关键是 求到了俄罗斯这边 俄罗斯怎么办 俄罗斯呢 如果不反攻 就这么停战 就停战下去了 如果俄罗斯呢 接着反攻呢 可能会多躲几个地方 甚至呢 现在呢 俄罗斯可以利用这个做筹码 然后呢 让西方把这些地儿 这些地儿停战了之后 这些地儿归俄罗斯 然后解除制裁 然后俄罗斯就打出局面来了 战场情势就是这个样子 乌克兰呢 没几天打头了 为什么 该损失都损失了 而且西方现在开始对他厌倦了 开始讨厌他了 开始呢 抛弃他了 所以现在呢 泽连斯基就应该知趣 泽连斯基就应该知趣 你不是地球球长 你远远不能当地球球长 逗你玩一玩可以 把你当成一个象征可以 别把自己当真 当真是没有用的 现在对乌克兰的情况是什么 早点谈判 早点结束这战争 然后呢 避免那种消耗 为什么 因为消耗乌克兰 他消耗不起 这就是关键 好了 这一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